跟着德爷混,三天饿九顿 跟着德爷跑,小命都难保 大家好,我是干啥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的大巴姐 这次德爷来到了威地马拉 向着辽阔的雨林前行 德爷挑战前去拜访党地军民获得祝福 让我们掌声欢迎 这次的嘉宾玛雅巫师 玛雅巫师见到德爷后举行了简单的祝福一事 还对德爷说 我一眼就可祝你不是人 开个玩笑嘛 德爷你痴迷冒险思维混乱喜欢穿马赛克 本姐我这一听着评教 严重怀疑这巫师是巴尔姐的粉丝 不然怎么这么了解德爷 获得祝福的德爷信心满满的离开 并表示这次挑战要像玛雅人一样 能够稳定的生存下来 要超过以往的成绩 难道德爷要将埃勒德的技能 繁挥到极限吗 这可真是让巴尔姐非常期待呀 网上开局都看不到食物 这次德爷刚来就看到鳄鱼 看来这次挑战不用挨饿了 拥有酷肠的德爷非常膨胀 表示现在没有什么鱼能咬它 连鳄鱼都不行 德爷立刻下水 开始向对岸游过去 来了来了 日子到河道刚可鳄鱼咯 当时鳄鱼非常的害怕 见到德爷就跑 德爷非常的失望 还以为开局中有肉吃 喂喂喂 黄海鼠就这么忙 辈子有点在心态了哟 德爷冲进了丛林地图寻找食物 大家都知道 德爷独自一个人徒步穿越亚马逊 所以啊 这环境它熟呀 立刻就规划好了自己的路程 德爷说要有水 很快就找到了这壶水 最重要的是这下面有鱼吃 哎 看这条大鱼 本就我吓了一跳啊 原来德爷口中的大鱼是鳄鱼啊 德爷的胃口真是恐怖如斯啊 德爷先在小溪这儿 顿顿顿的喝水补充水饭 再挑损了一处风水宝地 作为主扎地 利用周围的树枝搭建住所 咔咔几下就将房子的框子搭好了 再铺上这喝一喝的叶子 就完成了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熟尿食物了 没关系 德爷拥有被动技能 开局二三天 不幸的是今天晚上下死了雨 德爷这老倒霉蛋了 遇过天晴新的一天 德爷决定先把这火弄起来 暖暖身子 在这种非常潮湿的雨林中 很难生活 经过德爷一番努力之后 这火当然没有升起来啦 最倒霉的是又下起了雨 这下子生活和寻找食物 都没法完成了 笨姐表示 这场景我看过 接下来德爷肯定又得在 又冷又饿中度过了 开局三天饿酒顿 任务完成 现在已经是第四天了 没火没食物的德爷 只好出去转转 不知道是不是巫师的祝福起了作用 德爷一路上捡到不少食物 这果子一口咬下去 啊 脸上血 卖了西服二次 果子虽然好吃 但是德爷更想补充蛋白质 继续寻找食物 德爷眉头一皱 嗯 就知道这事情不简单啊 原来是周围的动物 见到德爷惊慌的逃离 果然 自带棒黄色的德爷 将食物都吓走了 难道德爷今天还要挨饿吗 不 他发现了美食 那就是毛正容的蜘蛛了 看到他这开心的模样 白质我现在头皮发麻 正所为万物皆可烧烤 在美味的加持下 这火居然成功的烧了起来 想吃猪放到火上烤一烤 哎 这美味的烤猪就完成了 哦 不是吧 不是吧 这也能吃吗 虽然德爷吃的很香 但是白质我已经把外卖取消了 哎 看来这次可以很好的减肥了 嗯 吃完猪猪的德爷开始讲骚话了 他觉得在野外求生 一定要对食物保持感恩 所以接下来要感恩湖中的鱼 不愧是德爷 每次来到野外都不打算放过吃鱼的机会啊 某位非著名的阿婆猪曾经说过 想吃鱼吗 那就造一条法子吧 湖里的鱼都是你的 德爷听完之后 默默点赞关注了大威姐 立刻就去附近将这些干燥的木头收集了起来 在搬越木头的途中 德爷看到了这样的洞口 立刻判断出这有食物的味道 就顺便留下个陷阱 希望会有意外的惊喜啊 而且也很好奇啊 还有谁会比德爷还挑眉呢 经过德爷一番努力之后 这卧的法就完成了 明天即将上线 出了一身汗的德爷 愁空洗了个澡 洗澡还穿着裤衩 还专把我们这些粉碎到外人了 觉得德爷不厚道的 扣个料啊 让鱼姐看看 有多少人怀念马瑟克军 磨一弯的德爷浑身舒服 是时候回去咯 顺便检查一些陷阱 点赞关注大鱼姐 或许这陷阱有意外收获哟 哦吼 没想到这小杰瑞中招了 德爷看到这一幕非常的内疚 决定带他回去治疗 用最古老的方法 火疗 让他欲火冲生 可惜少了点死人 导致杰瑞治疗失败 为了避免杰瑞被其他的动物糟蹋 德爷只好忍痛 将他送到了嘴里 哦 这起起来就像薯片一样 嘎碰碎啊 看到这儿 白鱼姐我又默默地打通了电话 喂 老板 刚才需要的外卖 现在送过来吧 现在已经是第六天了 德爷对鱼肉的渴望达到了顶点啊 为了提高捕鱼成功率 制造出了水卧腔 将小船推到了湖里 哦 欠尝其力 挨饿得大航海时代到来了 德爷发出了嘎嘎嘎嘎的笑声 让我们到气上讲 小船推开破了 就这样 德爷成功地赖到了湖中央 开启了捕鱼生涯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 收获为零 很明显 他制造武器时 忘记了附魔精准采架 守功德不得不再次上线 这次要变个大框子 看德爷这架势 要抓个大的呀 哦 贝尔姐只能说 鳄鱼快逃啊 德爷来了 说到鱼饵 那就不得不提白蚁了 德爷每次都用来喂鱼 贝尔姐我就有点好奇了 为啥德爷不能来吃呢 或许这就是鱼肉的诱惑吧 德爷再次养翻浸行 去捕鱼 这次用白蚁做幼饵 效果非常好哦 卸了不少鱼来吃 但是并没有一条大鱼 全部都是小鱼过来白蚀啊 就在德爷准备放弃时 看到有大鱼围了过来 看准时机 大喊了一声 哦 哇 金色传说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鱼翁德里 德爷将这鱼 清理了一番之后 就可以考虑了 虽然这鱼本考的 并不怎么好看 但是这么大的一条鱼 不然就我看着都馋啊 让我一个人吃 哎 怕只能吃好几天了 吃饱后的德爷觉得这次的挑战 非常成功 完全能够想象 亚马人一样生存在州里了 现在已经是挑战的最后一天 他决定将这些天制造的工具 兜兜烧毁 这只为了归还给这片丛林呀 感谢这些天遇到的一切 本就觉得 北爷看到这一幕 估计想骂人了 想白漂点工具都不行 不知道你们手中的臂 调了没呢 哎 现在德爷回到家 就可以睡在舒服的床上了 下一期 德爷将来到纳米比亚 这里不仅要面对干燥的环境 还得小心周围大型动物的天气哦 开许恶三天 装备全靠剪的他 还会遇到什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德爷的故事讲到这里 关注大半仙 我们下期再见